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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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F部F3區 普新雙語演講會 陳文敏 好幾年都站在舞台上 參加獎典比賽 今年擔任主持人 好高興 高興的是可以不用緊張了 比方便又可以欣賞 所有比賽者的表現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講評單元呢 因為透過講評單元的訓練 讓我們學習最好的溝通方式 懂得先認同對方 讚美對方 再提出自己的想法 及建議 是一門必修的課程 這樣會讓我們的人際關係更暢行 無礙喔 所以 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精彩的比賽 在進入正式比賽之前 我有幾項重要的事項要宣布 第一 首先忽必將你的手機關置靜音或震動 請勿在比賽期間講手機 第二 比賽時請勿交談總動照相或錄影 大會的專業照相錄影工作人員除外 第三 所有參賽者在賽前都已經完成參賽賽前簡報了 第四 現在我要宣布比賽出場順序 例如hos 一位參賽者 葉俊毅 二位參賽者 王明軒 三位參賽者 鄭倩文 三位參賽者 四位參賽者 陳玉珠 五位參賽者 黃彥寧 六號參賽者 賴彥智 每一位參賽者講完 都請靜默一分鐘 請問裁判長吳慧寧推廣副總會長 和工作人員準備好了嗎 現在即將進行比賽 現在歡迎測試演講者 李廷宣 講題 三個生日願望 三個生日願望 李廷宣 各位是否還記得 自己過去曾許過的生日願望嗎 我都記得 因為每次許完後都有手寫記下來 去年我回顧了這個清單 發現生日願望都是當下的自己最渴望達成的目標 最深刻的價值觀與最在意的事 而我進一步發現這清單上 有三個歲數被我做上了明顯記號 分別在7歲 18歲 25歲 這讓我想起了一下這一段故事 7歲時 7歲時 我最愛窩在圖書館的偉人資傳區 把那些書名幾為人民的資傳全部閱讀一遍 於是 在7歲的聯合生日派對上 不同於我其他同學學校的生日願望 像是 我想要買很多的玩具 我想交到好朋友 希望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玩 我學校的願望是 希望我能留下一套精彩的資傳 供後人追憶 我父母聽到了之後得意不已 心想 這孩子先天就散發不凡的氣質啊 一定要好好栽培 於是 開啟了我 異於常人的精彩人生 國中時 我被要求每一次的考試都一定要滿分 反之 我的父母會對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考滿分呢 你必須避免任何的錯誤 你必須更努力一點 當我順利考上他們心目中理想的高中之後 我被要求每一次的考試一定要90分以上 反之 只要考卷的數字不是9開頭的時候 他們就會對我說 你知道你的學費有多貴嗎 你再這樣或努力下去 你很快就會被社會遠遠淘汰 我拜託你更努力一點好嗎 當我順利考上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甚至一直維持在班上的前三名時 我心想 這下終於可以為我感到驕傲了吧 然而他們對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交一些朋友啊 你為什麼沒有去學一些其他的專長呢 還有你的朋友們 你看看 他們都陸續交男朋友了 那你呢 你怎麼回事啊 於是 在十八歲的生日願望上 不同於其他人 過著單純的大學生活 我在心中默默許下了一個 沉重的生日願望 我說 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才能夠獲得我父母的喜愛 從此之後 我只專注於自己的缺點 每天都想著 如何改進才有辦法變得更完美 但逐漸失去了自己的自信 笑容 以及那曾經天真無邪的自己 直到有一天 我在廚書館遇到了一本書 叫做 《無條件的愛》 他說 真正的愛是無條件的 我會因為你表現得好 所以才愛你 純粹因為你是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個體 所以珍惜著你 聽到此 我淚流滿眠 這不真是我一直以來所追求的嗎 我這麼努力 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獲得他人的肯定 但為什麼我總是得不到呢 原來 他們對我的愛都是有條件的 他們愛的是我的表現 不是我 不是那獨一無二的我 想到此 我萬念俱灰 一個人來到學校大樓的屋頂 默默流了好久的淚 眼淚流盡之時 我發現我已經坐在 學校大樓的屋頂邊緣 拿出一本書 想寫下 對這世界的最後一段話 我說 親愛的爸 媽 很抱歉 我還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獲得你們的喜愛 但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你們能知道 我真的 我真的已經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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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碧 我的身體開始慢慢往前奪移 想要離開這 讓我疲憊不堪 又感受不到愛的世界 突然間 七歲那年的我浮上了老海 我彷彿聽見了那七歲的自己 大聲許下的那個生日熱望 我說 我希望能夠給下一套精彩的自傳 供後人追憶 對耶 我還沒有實現它 不 不行 我必須要實現它才能夠離開 於是從隔天起 我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部落格 從我有記憶開始的五歲起 寫下我前二十年的人生故事 寫作的前兩年 我所有的委屈跟壓力 透過文字 終於一涌而出 讓我天天幾乎一淚洗面 然而到第三年開始 我漸漸平靜了下來 透過文字 我好清楚你看到那一位 向外追求肯定 但落得遍體靈上的自己 於是從第三年開始 我每天會透過自傳 對自己說一段話 我會說 嘿 今天沒有達成你心目中的目標 我知道你非常介意 但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喔 繼續加油 於是到第五年的時候 我二十五歲了 在我二十五歲的生日 當天我寫下了一段 畫在我的自傳裡面 我說 這幾年來你辛苦了 其實你不需要一味的 向外追求肯定 來獲得他人的喜愛 因為你無法決定 他人如何看待你 但我 會一直在這裡 給予你無條件的支持 不為了從你身上得到什麼 只因為你是我心目中 獨一無二的你 透過七歲的生日願望 我開始了一段 獨特的學生生活 透過十八歲的生日願望 我看見自己的價值觀衝擊與迷惘 而在我即將放棄之時 七歲的生日願望 敲醒了我 提醒我在實現願望之前 千萬不要放棄 而透過開始實現七歲的願望 也就是提筆寫日子傳 我意外找到了情緒的出口 理清了思緒 終於在二十五歲生日的時候 看見自己走出了迷惑 找到無條件愛自己的方式 各位是否還記得自己 過去曾許過的生日願望呢 跟我一樣把他們都記下來吧 你會意外發現自己的成長 也會找到生命的初衷與解答 主持 謝謝 現在請參賽者跟隨代位遠到準備區 準備時間五分鐘 等所有人都離開大門再計時 五分鐘到後 請把你的講稿都集中在代位遠那邊 請計時緣計時五分鐘 在這期間 我要邀請測試演講者 再度回到台上來 掌聲歡迎 平軒 我要來討論一下 平軒喔 哇 這麼優秀 平軒 你是在什麼樣的機緣 接觸演講會 然後是來自哪一個班會 各位好 各位好 主導我的演講會立成啊 我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的英文老師 剛好是演講會的會員 雖然我當下並不知道 但我的會員 我的課程上面 就多了背稿演講 跟七七問答 這個異語 其他班級的部分 所以我就知道說 有一個組織其實是有一些 特別的訓練課程的 那到了大學的時候 我不意見遇到的演講會 是在學校的社團 然後一開始 前兩年 我可能不太敢參加 就在當 guest啊 或者是 就是在家裡透過網路的方式 去了解大家都在做什麼 那等我在家裡 心理準備好兩年之後 我就終於來到了 台大英語演講會 我是從英語演講開始的 也是從學校的時候開始 所以是在2006年的時候 所以至今已經有十 很意外的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了 對 那在這中間 我就不斷的演講跟講義 那到了去年的時候 在英文的演講告了一個段落 我決定從今年就是2016年開始 走向我的中文演講旅途 所以呢我才剛講了我前面的五獎 我覺得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時候 就被我們很棒的幹部 邀請來擔任這個吃飯演講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榮幸的事情 也是我很棒的一個開始 這就是關於演講會的旅程 對吧 哇 好優秀 評選 你做優秀 那你目前的職業是 可以問一下嗎 好 我的職業簡單來說 就是跟臨床試驗有關係 是一個醫學相關的領域 那精確一點來說 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情 是挑醫生跟藥廠的錯誤 就是醫生寫病例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疏忽的地方 或者是藥廠在執行他的 藥物臨床試驗的時候 會有一些什麼法規的地方 那我就是從中呢 很了解法規 也很了解醫院的運作 所以就是一個監測者的角色 那從這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跟演講會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有百分之兩百的關係 再 我再回到 我再繼續講就是 如果沒有演講會的經驗 我幾乎不可能接觸這一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需要大量的上台報告 跟大量的英文 那在我接觸演講會之前 完全是不可能擔任這樣的工作的 所以我也曾經分享過 演講會跟我工作之間的關係 他們的互惠關係 這是我的工作 哇 所以 在演講會的新的 利用在工作上 那你覺得在演講會這幾年 你收獲最大的是什麼 好的 演講會 對我來說的收獲 已經不是用收獲可以來形容了 它已經是顛覆我生命的一個 演講會 在我認識演講會之前 我是一個連跟人家一對一 這麼近的距離 你講話可能都會有困難的人 其實就是非常的內向 內向到底 可能沒有辦法適應社會的一個狀況 但也很幸運的 我遇上演講會 也想辦法去接觸他 克服他 雖然我覺得我前面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我大概花了兩年 才講完我的第一講 然後四年才講完我的第五講 可是後面突然突破了某個瓶頸之後 後面就花了兩年的時間 就完成了第一天這樣 所以那個中間其實就是 我覺得其實大家亂說 你花多少時間完成某一個演講的數字 其實我覺得那並不重要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問的是 你自己 你自己怎麼去突破 雖然我那前四年還是幾年 才講了五講好了 可是其實我時時刻刻都是在 告訴自己 上台吧不要害怕 或者是說 看見他們別人都可以做到 那我是不是下一次可以試試看呢 雖然我下一次沒有試試看 但是我再下一次 後期就會試試看 對 所以我覺得這過程一點都不是浪費 特別是回頭過來看的時候 那剛剛說什麼 演講會的收貨嗎 對 他要急行問答 所以他已經對我的個性向有完全的改變 我完全以前完全不是長這樣子 也不會在這麼多人面前講這些話 那當然在我工作上 是有很大的幫助 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很難想像沒有演講會的日子 我怎麼樣過下去 我可能連養活自己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現在非常非常感恩演講會 帶給我一切 所以我覺得我這輩子應該都會在演講會 我覺得會 程師太棒了 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現在請比賽主席 丁海華教育副總會長 上台頒發感謝狀 一號參賽者葉俊毅 葉俊毅 演講的效果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 嗯 第二個層次是我 第三個層次是哇 程師會有 你的演講就如同韓語的作品一般 文理載道 這個道便是核心價值 就是你在演講之中所提出的 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愛自己的方式 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中 我深深受用這一點 因為在我沒有去加拿大流學之前 我也常常一類醒面 完全能夠感受你心中所想的 帶給我的震撼 我覺得你的演講話 還非常像是王偉的作品 《詩中有話》 透過你的敘述 您讓那個情景跟你父母親之間的衝突 我還沒站在頂樓 甚至想要踏下去的那一個場景 莉莉在夢 我覺得 您的表現力實在是太棒了 恭喜您 所以 針對你的演講我要說一聲 WOW T恤會有 我非常喜歡 您的演講的佈局方式 一開始開頭的熱就問過 問大家 您還記得自己的生日願望嗎 這馬上吸引我的眼光 而且讓我豎起耳朵仔細聽 您的演講內容 之後您就回味道來 7歲的時候的願望 18歲時候的願望 25歲之後的願望 還有因為18歲的時候 為了太想要活在別人的期望 為了想要永遠都是100分 讓自己生活過得不順遂 到最後 在結論的時候 你總算找到了自己 透過寫日記的方式 撫慰了自己的心理 就是如同我 聽了貝多芬7號交纖曲 聽了600多次 我總算喜悅我的心理一樣 心久七七耶 感謝您 這演講才太棒了 所以 廷軒 為了幫助您 我帶來三字經典 開黃腔 第一個字開 代表的是開場 因為您開始的時候 問了一個問題 說建議你不妨問三個問題 引起大家來注意 你可以問這樣子 各位女士先生 您許過生日願望嗎 您最近一次的生日願望是什麼 還記得嗎 您的生日願望實現了嗎 如果你這麼問的話 應該更能夠吸引我的注意力 第二個是黃 在您演講之中 有提到跟父母親之間的對話 但是如果演出來 演個雙黃 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透過戰姿的不同 透過聲音表情的不同 給你父親比較低層的聲音 但是比較凶狠的聲音 那麼戲劇效果應該完全不一樣 能夠增添戲劇效果 第三個真是腔調 在你的演講裡面 整個情感感力十足 但是有些時候 是不是加些暫停會比較好呢 總之 林宣輝 我認為這是一個文影載道 而且也就像黃梅般 始終有話的演講 我非常欣賞 下一次要準備演講的時候 記得三次今年 開黃槍 那麼你的表現 應該更勝於此 主持人 進末一分鐘 二號參賽者 王明軒 王明軒 生日願望 原來可以學這麼開心 也可以學這麼沉重 謝謝廷軒這一片演講 讓我們忍著淚水 幫她做這次的講評 今天這場演講 就像一場微電影 我們在底下看了 廷軒七歲時候 天真許善的生日願望 十八歲 沉重的心情 還有二十五歲 自己經歷的退位之後 對自己的肯定 這篇演講的架構 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再來 廷軒用了非常多的肢體動作 他的對白 來深深勾引大家的心 我相信 底下應該很多人 是默默擦著眼淚 當他在這裡 屋頂上 我們就仿佛 跟他一樣 進入了那個屋頂時候 他想要寫下 他最後一段化學 沉重的心情 當然 這篇演講裡面 我們如果想要把他到 奧斯卡等級的演講的時候 我們建議有些地方 第一 提薛他拿的是手持麥克風 其實我會建議 當他有這麼精彩 這麼吸引觀眾 故事的肢體動作的時候 他可以放開他的雙手 用耳麥來吸引大家的注意 會讓他的肢體動作更大 因為我相信 廷軒我對他的印象 身高跟我差不多 所以舞台 我們可以站前面一點 會讓後面的觀眾跟你 更遠不遠 再來 我也希望 廷軒能夠 稍微往這邊移動一點 因為他的主要的舞台 都是在旁邊 比較少移動到這邊 所以我們在看觀眾的時候 我們要全攬觀眾 讓大家都能夠聽到你的回應 看到你的眼神 最後我想要跟廷軒分享一段話 因為他今天的分享 讓我觸動到我心裡很多的感觸 因為他跟我 我跟他也有同樣的心目歷程 所以我想分享給他 也分享給大家 就是肯定自己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們能夠站在這邊 在舞台前面 跟大家做這樣的演講 我相信一定也是我們經歷一場推演 所以廷軒分享給你 謝謝你分享這段文章 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改變 總主持人 三號參賽者 鄭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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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說出來 第三個就留在心中 今天非常謝謝廷軒帶來的 我的三個願望 我的三個生日願望 他也讓我漸進回顧了自己從前 許過的願望 唉 怎麼都沒實現呢 廷軒今天站在台上 從容自在開開和談 文心真誠地與我們分享了 他的三個願望 藉由七歲 十八歲 跟二十五歲的生日願望 帶我們一起走過了他這一段人生 他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成長 廷軒今天這篇文章 非常的成功 而裡面更有許多的亮點 值得我們學習 比方說 第一個善用走位 他衝龍不迫地走到右邊 與我們右邊的觀眾交談 又在換段落的時候 走回左邊 與我們左邊的觀眾 眼光相識 他照顧了我們全場的觀眾 第二個 他的組織很棒 他藉由時間的順序 從七歲 十八歲到二十五歲 層層推進 永潛陸生 由清淡到濃郁 他整個架構 是非常有邏輯性的 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而既然廷軒給我們的是 三個生日願望 那我這兒 也有三個生日禮物 要送給他 希望能讓他這篇文章 不僅優質 更上一層樓 第一個 廷軒他非常善用肢體 但我認為他在這篇文章裡面 最大的爆點就是 他在二十五歲的時候 他坐在學校的頂樓上 他跪了下來 但我個人覺得 我建議廷軒 不妨就整個坐下來 把我的腳跨下 演講台 這樣更可以讓我們知道 廷軒如果這時再不想好一點 那後果可不得了 而當七歲的他 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 就可以跪起來 他可以伸出手 管如迎接天使一般 讓我們可以知道 他已經遇到了光明 第二個 廷軒的故事裡面告訴我 他媽媽對他有很多的要求 比方說 你怎麼不好好唸書 唸好了 你怎麼還沒交男朋友 我建議廷軒可以加上 父母對你說這些話的時候 你的反應 就說 唉 怎麼又來了 壓力好大喔 這樣子 可以讓我們更看清楚你 心中的矛盾與不安 第三個 我想 當你25歲 開始寫日記以後 你與自己和解 那相信周遭的人 也會因為你的改變 而出現了不同的反應 如果可以加上朋友的互動 他們對你的改變 我想 一定可以讓這個故事 更加豐富 總輝挺軒今天做得很棒 如果可以再加上 我給他的三個回禮 一定能讓這篇文章 不只優質 更加強高概念 主持人 寂寞一分鐘 4號參賽者 陳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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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灑自如 這些都證明了你的演講功力是相當深厚的 在影之有物方面 您的架構非常的完整 圖程有序 條理分明 您開始便問候大家 您取過生日願望嗎 接下來您告訴大家 您有三個生日願望 分別是7歲 18歲 25歲 您講的是自己親身的經歷 親身的體驗 更能夠拉 拉住觀眾的心 拉住觀眾與你的距離 讓觀眾感同身受 而最後 您點出了在25歲的時候 你終於體會到了 什麼是活出自我 自自足跡 發人深信 而在言之有味方面 也就是你今天的演講價值 其實 你所要傳送給我的辨識 要活出自我 做自己 因為有這樣的演講 意味價值存在 所以你今天的演講 令人覺得回味如窮 意猶未盡 接下來 也就是我想對你提供幾點建議 俗話說得好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懶惰 那麼苛求 就是為了追求你演講的進步 以下我對你的建議 真的是在雞蛋裡面挑無頭 只是對你苛求的建議 首先我覺得 您今天唱作俱佳 但是有一點 您可以再做得更明顯一些 那就是 當您走到台前 對自己很灰心的那裡撒那 其實 你可以把你溫溫的聲音 再降低一些 再悲傷一些 而當你想通了 七歲的願望 是要留下我人回憶的記憶的時候 你是那個時候 可以豁然開朗 跳得起來 那時候你的聲音可以更高看 那麼你就會有更有戲劇的感覺 第二就是在結尾的部分 我覺得你可以在那是你價值的程式 比如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 在這個人生的路上 我們追求的是進步 我們只是要不定 不斷不斷的進步 而不是追求一個完美的句點 以上是我對你的 兩個簡單的建議 總之 你的今天的演講 還是非常完美無缺 狹不掩餘的 你只要在我講的這兩點 再上若改進 我上四次 你的演講 一定會更加精彩 更大棒的一彩 主持人 進步一分鐘 五號參賽者 黃燕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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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完全述說著 父母對孩子深深的愛 而孩子長大了 對父母的愛 短短的演講 完全倒進了 人是多麼可慕愛 就像最近非常炙熱的議題一樣 同性也是愛 異性也是愛 而愛 到底為什麼人這麼追求呢 謝謝你 讓我們知道 原來真正的愛 是無條件的愛 我最喜歡 亭軒 你在裡面 透過三個數字 讓我們知道 第一個 從你的七歲 你從你的歷史的書籍 了解到 原來在閱讀中 你如何想像的未來 而第二個數字 則是在 你的十八歲 原來有一本書叫 無條件的愛 而第三個數 則是你的二十五歲 就是你的自傳 第二個 挺軒我很喜歡的是 你的聲音 非常的輕柔 完全能夠來講述一個 情感的故事 而第三個 我想說的是 你的服裝 以及你的唇彩 完全搭配著 你今天 想說的情感故事 唇彩的粉紅色 點綴著你白色的衣裳 完全能夠 符合你今天的主題 讓我們知道 原來你現在 站在這裡 你的精彩人生 正在過著 如果說 再給你一些提議 我想說的是第一個 雖然愛裡你有鋪塵 但是如果你能夠 談到你二十五歲的部落格 你的部落格裡 其實有很多的讀者 總共多少的讀者 而你真正的在你二十五歲了解到 原來 定義 別人對你的愛 定義自己對別人的愛 再也不是成績 再也不是九開頭 再也不是滿分 而第二個 我想說的是 舞台的空間在這裡 而光線在這裡 當你蹲下來的時候 在光線的中間是最適合的 有點可惜的是 你站在了前面 跪下來的時候 其實光線已經暗了 其實這是比較失色的地方 而第三個是 其實舞台你走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也有觀眾 而走到這裡 你在中間停頓 在這裡也有觀眾 所以你的目光 請你重視你的觀眾 亭軒你是一個很棒的演說家 尤其在你情感的鋪塵裡面 完全倒極的人 如何渴墨這個愛 所以亭軒很高興 在這裡聆聽你的演講 希望下一次就有更好的表現 謝謝 靜默一分鐘 靜默一分鐘 六號參賽者 賴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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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聽完田軒惠勇來跟講 我心想 完蛋了完蛋了 田軒惠勇犯了一個 許願的大忌 就是願望不能告訴別人 因為這樣根本就不會實現啊 不過沒有關係 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水停掉燈 它是圓弧形的 有起有落 我們許完了願望之後 人生也是有起有落 但是有時候 然後你會遇到一些波折 或是一些不順遂 不過 沒關係 我們可以回到原點 想想自己的初衷 想想自己當初為什麼要這麼做 讓我們更有向上力 可以逆風而行 是不是 是 好 今天 田軒惠勇的演講 我第一個發現的就是 哇 它的聲音 真的好可怕 很好聽 我真的很後悔 沒有把他錄下 因為我有哪天失眠的時候 放下來聽 我一定可以馬上睡著 沒有 再來 她的動作 真的是 非常的優雅 我最喜歡優雅的女孩子 但是看一下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放浪 丘進大會 所以動作要怎樣 放浪一點 要大一點 都有張力 更能夠吸引人 再來 還有一條讚美 我相信 他絕對是個佛羅克 因為他的演講 首尾呼應 他在每個年齡層 七歲 十八歲 二十五歲 都互相支援 前一次的年齡 如果 要給一些建議 這樣講不太對 應該說 想要跨入 另外一個新的層次的話 田軒惠勇可以嘗試一下 他的聲音 真的很好聽 很動人 但是 音不夠 重點是 有時候 在角色的互換上 要用一點 氣 比方說好了 當台有爸爸出現 爸爸 是不是要威嚴一點 比如說 你都這樣浪費我的錢 這樣怎麼可以呢 你這樣子 怎麼可以在社會上的意圖呢 這樣子的角色 是不是有感受得到 互換的感覺 再來就是 這一次全國大會 這舞台那麼大 所以 他可以把這個當作 他的施展牌一樣 配動全場 整場都是他 表演的重點 所以 不見得 只局限在這邊 而 我突然想到了 我發現他有一點 就是 他臉部表情 我真的非常的欣賞 就 我們人很奇怪 我們很喜歡看人家 在失落的時候 看到我們面目猙獰的時候 這是很多 演講者沒有做到的 所以 停訓會有 我認為 他絕對有 全國大賽的實力 希望明年春季大會 他可以參加 他一定可以 留名精神成為 演講會的一位委員 就是這樣 他全場 祈禮 請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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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羊羊 謝謝所有的前輩跟所有的位友、夥伴 給我這個機會在這裡參加比賽 那這個比賽的歷程 最感謝大家是我們喜羊的夥伴 謝謝你們給我很多的指導 給我很多的舞台讓我去練習 那當然在這裡 最也要感謝就是我的先生 他每一次比賽陪我一起打仗 那也很鼓勵大家繼續來這裡參加比賽 然後觀賞強人你才會變得更強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南投中心中文演講會的 教育副會長賴燕翟 我也很對不起大家 我今天好像在這裡做了錯誤示範 我太誇張了 歡迎大家有機會來我們中心中文演講會走一走 我今天有帶一整盒的影片發給大家 這部發完的話我們會長會罵人 所以之後請會歡迎大家來我們中心會走一走 在南投線 好這邊有質詢專線 謝謝大家 恭喜六位參賽者 又再次得到這樣難得的一個舞台經驗 我們請比賽主席我們吃了一個大合照 有照顧了 那我們參賽者請回座 謝謝 裁判者已經回到現場了 所以緊張既期待又興奮的時刻到了 好我們邀請比賽主席上台來宣布比賽結果 歡迎比賽主席 謝謝 謝謝 我知道大家很期待這個結果揭曉 因為時間有一點落後 我們就再給吃點所有菜在嘴上熱烈的掌聲好嗎 每個人吃都是優勝的 好這個名單 那那個雨萱 我們就直接進下一場 可以嗎 因為時間有點落後 我們之後再 OK來了 下一場 國語組各別獎評比賽 成績揭曉 第三名 第三名 鄭倩文 鄭倩文 很成熟 第一名 第二名 陳玉珠 陳玉珠 第一名 今天的国务演奖比赛 第一名优胜者赖燕志 赖燕志 恭喜 恭喜以上三位得奖者 来 我们来一个大合照 谢谢 恭喜 请回座 感谢每一位工作伙伴 还有恭喜六位参赛者 也恭喜得奖者 让我们这么顺利完成了 我们今年度的国务演奖比赛 感谢大家 谢谢 比赛完毕 感谢大家